韩剧《请回答1988》自开播以来一直深受大家喜爱,不只是因为他走了温情路线,还因为他对各种小细节的处理非常用心。 前段时间杀人回忆的原型落网,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。 有细心的网友发现,在《请回答1988》其中一集,得善因为弟弟打架而进了警局的时候,警局的告示栏里竟贴着杀人回忆原型凶手的画像。 而这一集的背景时间是1988年12月,正好和案发时间相吻合。 《请回答1988》中,用心的小细节绝不止这一处。 在剧中,阿泽的原型是韩国传奇奇手李昌稿,所以阿泽下棋获胜的棋盘,跟李昌稿十一连胜追平灭其胜的棋盘一模一样。 剧中得善输桌上的几个娃娃,分别代表几个主人公。 当剧中人物命运有变化的时候,这几个娃娃也会跟着做出改变。 此外,在报纸刊登阿泽将进行最后一场比赛的新闻的时候,旁边更大版面的江英勋出任总理也是历史事实。 对此有网友表示,都说细节决定成败。 请回答1988比起之前,江流强东照片直入的印度电影,强的可不是一点半点。